其實遊戲對騰訊是很重要的 因為遊戲在它這麼多繁榮之中 早安 歡迎收看中環財經 今天有KK在 但我們看到這片天氣不太好 有時情時雨 一下雨 春天就好 春天來寒冬過去 淑淑淑的 也不寒冬 不要緊 股市沒寒冬就行 但市場真是外濟濟 是呀 痴痴外濟 外維因素有一個英國硬脫鉤的方案 已經否決了 要通過反對武協議 硬脫鉤的無約出力動議 總之不會有硬脫鉤 但對市場沒有太大衝擊 很亂 總之它們每天都有 衝擊有 有嗎 這樣算是有的 升感 不是 英鎊上升 你起碼不會擔心英鎊急跌 就先拖累歐洲股市 哦 這樣幫到手了 是的 起碼英鎊不是有一個大的下跌 就令到市場還可以穩住 我想這個重要的 不是現在 尤其是不只我們這邊 你說歐洲也好 美股也好 近來又有低位差上去 如果你說 你有些消息不太負面 反而你可以撐得住短期大家的憧憬期待 我們現在還在期待 關於月內 中美是否真的有協議 這件事 你就變成落在恒指上 好像又沒有什麼方向 今天升個百多點之後又下來 但起碼你可以維持到這個走勢 我們叫做倒營底越來越明顯了 也說了第三天 今天如果真的在二十天線的位置 都守得住 又好像昨天那樣 又或者最近都能夠守得住十天線 因為你的倒營底這個位置一出 之後我們就有機會看高一點的水位 所以我又覺得這一轉恒指的走勢 越來越似仰 不過都是要擔心 倒營底理論上是技術性向好的 如果你說一個壞消息 它都可以再加下一次 因為現在說的技術走勢 就不斷地給消息覆蓋住 什麼消息呢 就是中美貿易的消息 還理會這件事嗎 我以為已經緩告一段落 我覺得每次都會對這個市是有影響的 即是我們經常說 你什麼說了一整年 你還不反映 真的沒有反映完 你試試一個壞消息 你看會不會跌 你試試一個好消息的話 一定肯會升 我覺得會是這樣 所以現在都是在高位那裏很淡爭持 短線可能 沒有方向 看到牛控症就很活躍 衍生工具比較活躍 炒著範圍的波幅 現在是否大概是2萬250天線 和2萬9千2之間 那裏走著橫行區 應該就是 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真的下轉兩萬 就是2、250天線 反而要擔心 就是下一轉下 穿了的話 如果再下去試都要危險 哦 試都危險的 因為你很少可 真的過倒形底形成了 然後突然之間有入結單元 又這麼神奇地 可以又結合上去 這麼短時間去出現這個情況 機會率非常小 所以現在你炒個 range 反而是20天线 20天线很接近 28600至29200 如果是牛洪部署 你拼一拼它穿了20天线 你就召唤上去 就不要追捕着 因为现在消息仍然向着正面走 动力强的 也是强的 所以20天线或者昨天的低位 应该都会弹多几次 那这些位置你买牛红症的话 就是牛症当然 你部署的话弹就理论上会好些 而29,200是否一定捕捉它呢 你要小心磨得油 因为现在乱进去 有些少少被夹的 尤其是我们上个星期五 那一转的列口很多人追捕的 一追捕星期一一夹 星期二夹多下死了 那你就反映了 只要有一些消息是扣着 大家是有充定的话 你乱进去追捕就危险 当然说了指数 就是你说过股那些就例外 所以暂时我就觉得不可以看太淡 即是这个位置 既然消息未完的话 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 每次跌下来 它都还有机会弹一弹 但弹完之后你说 那这样说是否之后利好 又不是的 因为消息未完 很反复 我觉得很反复 很反复的 你只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低位短期拨去弹 但你就不要拨它破顶 29,200就未必可以破得 现在你不是在走这个阶段 就是你看到它在走一个 就是开始形成一个叫横行的区间 这个区间就是250天线 和29,200的位置 但如果你说 不是的 我刚刚说的 就是250天线不能下跌 一下跌的话 市值应该再低一点 是的 现在其实如果我们看 现在是这样走的 实际上短期应该是这样走的 就是走上面的长方形 大约是600点左右波幅 有机会去到腾讯公务业绩的时间 我觉得 噢 那还走上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左右 我觉得是 那腾讯业绩又怎样看 会不会有惊喜呢 有没有惊喜 有没有惊喜 不如你们自己按 太遥远 是的 因为腾讯近期的走势 你看到它是强了一点的 但是它又不是很想 令独自的市场又不动 是的 你看到它 其实这两三天 它的走势就没有再上一个星期 上一个星期 你看到它升 市场就下跌了 它跌的话 市场就跟着跌了 而这个星期没了这些东西 譬如港交所也是 港交所、友邦 是上一个星期 它们一跌的时候 市场就拉下去 现在是没有方向的 来到今天 市场的股份升 升联通 升中海有 大家会看到很陌生的 是的 今天联通干什么事 成交还要排第三 大家对于它的期望可能很高 是吗 是吗 有些突然间对它有期望 人人期望可达到 它现在的业绩是如何 它之前的顺利增长 正利增长很多 云民 是 很多的 94亿 94亿 今年5G投入最多94亿 不是 它今年的正利润 已经升四倍 那是整四倍 那是去年差 去年差 这个股价是表现了 但是今次的业绩 市场还没有反映 虽然你说股价 8元升到10元的位置 理论上也反映了一些 但是这一转升上来 是反映5G 在今年的发展 所以你说在 正是说联通今次的业绩 它就告诉你 它在Apple做得差 但是整体来说 利润方面 甚至乎几个业务发展 其实还算是可以 那你就形成了 它肯一次追回之前的落后 再加上 它今次去说5G的发展 我挺满意 它说得 今次它说 今年的CAPEX 其实增长1.6 算是多的 但是你会见到 它只说5G的发展 那个金额 其实都是60至80 如果你说这个金额 去做这个规模的话 你看到它都很审神 就不是说 我一次过要做很多 而它在短期之内花很多钱 你赚了这么多钱 你同一时间花这么多的话 投资者会担心 但是说我们不是分阶段 逐个逐个做的话 这件事对于投资者来说 都挺满意 而且我都觉得今次 它说在CAPEX增加 将它放 就不是完全放5G 它是放在之前的4G 甚至乎基站的建设 做这件事 就会很多流 但是呢 很多钱 高价 它今年并非大规模投入的时间 故年内资本开支580亿之中 未来就会有60至80亿投入5G 其实是比市场预期的 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就是 因为之前可能大家会担心 我自己都会 就是当我全中国都在说5G 加速投放 而联通呢 之前在一些国际的展览会 它是用5G的通讯 甚至乎 春晚都是用联通的 就是做一些直播 大家对于它的憧憬 就担心 可能你这样说 你走得那么前 你不会花多些钱 那你会影响了 未来的盈利表现 但是现在跟你说 我是花500多的 是花多了 安年是增长了1.6 但是呢 我们在说里面 都只有60至80亿 那就小得其所 还有分阶段 就是你是需要的 或者现在 是找到商业模式 它说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我们觉得5G的发展是顺利 但是商业模式是如何呢 这个商业模式 它们都在探索中 所以它不会放那么多钱呢 我觉得很理性 这件事 不是纯粹说 国家任务 我一定要投多些钱 去搞5G 不是这样 那你变相 你投资者见到那么理性 你估计 业绩又做得那么好 股价钱 今天反而就会大 嗯 所以今天就突破了 那个水平的阻力 现在就上到10元的楼上 其实就很久没见过 纯粹10元 是啊 但是之前的高位 其实都是11.4 它上网似乎又不是很多肉食 它很棒 是不是都是11元 其实你落到10元至11元 就要面对冲击的了 那么首先就帮一下手 就看看大行 会不会推一推 我觉得 因为你说大行推一推 你起码10元就站得稳 今天呢 其实它都有这个情况 就是在高位 都即是立刻见到有点压力 一入到10元的区间 今天最高10.2元 你看到它从高位 都回回来少少 反映了你在10元的楼上 是会有点压力 但你说会不会 最后又因为这样 而又落到之前这个区间 就是9元至10元这个区间 就上不回去 都是说走走走走 那有可能 但我觉得这一转 以今天的成交到现在为止 甚至乎大行应该都看好 它先站稳10元 我觉得 你说你有货的 那你就先看10元 你没有货的 那你就落到这个区间里面才买 是 那再回回一点 因为今天始终也升得太急 那你也不错 还可以是11元的 啊 但如果联通那么好的话 那我们不如将焦点 放到第二个区间里 那你728元这样行不行呢 其实呢 如果你说放到另外一间公司里面 那当然你就说 联通之前一向都做的不是那么好 它都做得好 那中电信会不会更加好呢 我觉得这件事是有得博 所以如果这一转 既然我要博的话 我就未必会博联通 刚才说过 你下10元才买 现在博什么 我当然是博中电讯 还是中移动 多谢你选 中移动我真是有点保留 什么事呢 因为中移动 刚才说过一点 即是有人问你中移动上网多少 先说原因 也可以先说中移动 为什么我觉得中移动这一转 未必会这么快 今天又或者是你那几天 它都是在走85元的阻力 一来上网的空间它是少一点的 如果你照看 应该是90元这个位置 之前就 也很久之前 16年这个位置 90元这个位置 90元就是短期目标 5元那你博5%的 那你值不值得博呢 而其次我觉得中移动 比较联通 它未必可以这么理性 做一个资本开支 因为中移动在金钻的5G发展 你知我们看到它们的贫宽 其实就是最优质的贫宽 嗯 就是它可以做到最多的 那不是好吗 是啊 好啊 发展好啊 你先扔多些钱 你扔多些钱 是的 那你就没有联通可以这么理性的 可能今年你赚的钱 你看到联通它都放了1.6元 如果你说中移动它是要发展快一点的 那可能它增长两成 甚至乎三成的capac 这个下来就对于今年的盈利 就可能有点影响了 所以我又不是太看好 一来上网空间得5元 二来我估计它开支会更加大 再加上 其实近期你看到中移动 都没什么是扔到的事 我们说中移动哪一转走得好一点 就是去年第四季这一转 它走得最快 它帮着它涉拦着 现在你这么多新力军 腾讯又翻山 港交所又这么强 那时候他还想100元 那一转大家会看得比较好 但现在的气氛好像转弹 甚至乎你只是说三个电讯商 现在联通都可以买 那即是如果不拨联通 中移动都不是首选 应该是中电讯 是的 我又会拨这些电讯 因为中电讯 它过去的往迹 让我见到 它真的在盈利的表现 和营运成本控制得好 所以每次业绩都可以拍掌 而你只是说股价方面 即股价在这一转的时间 其实它仍然有一些上升的空间 如果你说我们只是拨这一转 我不相信大家去买中电讯 真是打算银太长 有些朋友打算银太长 可能是高位买了 5G 差长一点 所以这一转 你只是说现在 即是4.25%这些位置 你拨返这支银烛 这支银烛是大的 亦是令到技术走势转差 但起码可以去4.25% 有3毫左右的话 为你百分比都8-9% 我觉得它直拨就很多了 好 这个就是三制营运商 各有排名 很多朋友仍然拨着手机5G概念股 234.25% 最近它们很波动 即波幅扩大 不是单边升单边跌 即是一天升 现在单边跌 最坏是这件事 怎样算 怎样算 但这位朋友是想问 可不可以入 什么价格 234.25% 有两个朋友都问5.25% 234.25%面对问题 就大一点 即是对于股价短期的影响 是 因为这一转 你见到是它先跌下来 即是几个星期之前有说这件事 虽然我觉得它的基本因素 在未来都可以转强 但就真的是 君子不立危长之下 即是你这些 转下来 你还站在它旁边的话 危险 加上昨天你见到 它再一次成交大 成交大跌出了50天线 即是说它在现在的走势 进一步转弱机会就非常之大 因为公司就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它发了刑警 21号会公布业绩 起码还有整个星期 而刑警的原因它都提过的 有机会在之后会转回好 即是股价会转回好 原因就是它们在5G的投放 多了 小多了钱 所以就令到它们有刑警 而它们的业绩会不会是 在刑警之后 甚至第一季之后会有个气象呢 那真的可以好看下 究竟它在公布业绩的时候 管理层的 尤其是董事长的话 那些地方呢 去怎样说部署 甚至乎我相信 经讯通讯呢 在这一转 都会见回一些投资者 也会有记者会 那如果你说有记者会 也都有机会 业绩是最差的情况过去 不如就报了 你报它就业绩前 现在就还有整个星期 今天是14号 下个星期四公布的 那宁愿报到星期二、三 看看价值真的可以下多少 先再买 基本因素它仍然是可以的 因为它说那些钱是投放到5G 还有之前港京信通讯 他们的布局 其实是说连4G的抗用 又或者就算我们讲开联通 联通它有500多亿的资本投放 那580多亿 那你有400多500亿 其实是放在哪里 不是放5G的 是吗 你放在哪里抗用呢 你放在哪里资本开支 4G都要整阔一点 哦 那这件事其实经信通讯 不就是可以做到低单 哦 去年其实它也有 讲过几次的公司的公告 就是说它接了些什么单回来 很高技巧 其实基本因素是可以的 但是股价又在下跌 没错 你什么时候抗到低位 很难说的 是的 现在就有个讯号就出现了 刚刚昨天就大成交跌穿50天线 如果这样走的话 短线也有得下跌 所以就未博的 为什么我这么害怕呢 那次是六八六九 长飞 它回到原地踏步 即是现在回到起步位 是啊 我记得经信都是啊 长飞光纤的问题又再大一点 是 因为它们都是刑警的了 但是长飞光纤呢 就是它说它没有下跌 是 那些下跌 说中移动的下跌 就是被削了 就是投标的方面有问题 那我们最初想 喂 长飞光纤不是内地都有一定的市占率吗 那为什么龙头地位被改变了 它基本因素就出现问题 是 所以两只股份有不同的 一只呢 就刑警 经信通信 但是它因为花钱 在未来投资 而股价跌 而另一只长飞光纤呢 就是因为它的单都失去了 这个大楼帮不了 那些单 那你不是投放的嘛 你的单失去了嘛 那你的价值应该是再差一点 所以呢 它原地踏步呢 是很合理的 而经信通信呢 就没理由会原地踏步 就是没理由会回到这些位置 那如果你说 没理由会回到这些位置 哪些位置买呢 那这个位置 就是之前呢 它是走过这一阵的平台 而我们用股价走势 就由回到12月底 这一转呢 第一阶段 它升上来 升上来的时候是1.3 升到过去2.4 2.4的 那你升了一元 那你升一元 你只是调整的一半 现在调整了一半 现在调整了一半 由高位去到1.9楼下了 如果你见到这样的话 这些位置呢 有机会可以买 但我就会小心一点 我就会下到这个区域先 因为这个区域呢 就是横行区来的 就是说呢 我们拨它弹呢 就应该是1.6至1.7的水平 你就可以存定 但是呢 要留意 因为它真的还有整个星期才业绩 嗯 究竟我们是 它下了去先等业绩 还是下完去弹上去先等业绩呢 这件事难估 是 如果你说 经上通讯可以买的 不过保守一点的话 1.6楼 那么你赚钱的机会就应该过 嗯 好 非常详细的操作上的分享 那 经上通讯和手机类股份 又是很接近的 我们纯手插到2018和1810 好吗 阿申 那只552还没说 咦 那只552还没说 是的 先找了数 是的 552其实呢 那个问题呢 就小很多了 就是我觉得 是 因为你见到只是股价表现呢 先移过一点点 股价表现呢 就是明显没有那么差 虽然呢 都是回回来 它就仅次于铁塔 我觉得 中通服呢 就因为它的单是guarantee 就是你在电讯商里拿些单 基本上就没有执書 它就不会像是抢飞光纤 或者是经讯通讯 它都要投单的 是要入标的 所以呢 问题不是很大呢 我觉得它们 在这一段时间 你说买呢 我觉得那个值博率会较高 不过价又不是真的很便宜 如果你说真的冒险去博价的话 当然是经讯通讯 你博它就是在业绩之后 坏消息被消化 那未来我们只是基本因素呢 它有机会转回号 所以你21号前 而中通服呢 那时间就久一点 因为它自己的公布业绩日呢 就28号 就是你再过两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会不会磨呢 还有呢 我们会看一只铁塔 就是铁塔呢 这一段时间呢 你的高位都是咬住的 就是只有它有些反行 其他都会落 如果铁塔都会有些调整的话呢 那可能又会拉一只中通服下去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 虽然现在就去到一些的支持位 因为现在就去到50天线的位置 就7.4那些位置 今天呢就差一点 差5仙左右 就落到7.4附近 但是呢 如果这一转呢 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现在呢 它就像是成交这样减少一点 然后就落回来的 如果你说成交减少 又落回来的话呢 应该就可以 就是不需要太担心它的股价 可以博它反弹 但是如果现在的市况去看呢 我觉得那些 这些5G概念股 不是说太强势 不如呢 就等它会不会落回 就是穿一穿条50天线以下 穿一穿条50天线以下呢 就像样一点了 因为早前呢 它都是大约7元这些位置 7元这些位置呢 就走过平台的 如果有几只选择 中通幅的风险是低一点的 最低的 其次就是经讯通信 现在长飞光纤就很难搞 是 所以有排名的 不单是电讯营运商的股份有排名 5G概念股也有排名 就多谢 Maria也多谢你这么详细的分析和解答 另外 还有新的那只 2018和1810 都是一些手机类相关股份 2018就有 就是完全是不升 人家的大市跌它又跌 人家的大市升它又跌 今天又跌了1.7% 2382也好一点点 但是瑞昇是完全很不够 是两个图来的 就是你说瑞昇和2382 哦 讯语 讯语真的不同 如果你说 只是看讯语先 即是长也不讲了 2382的 那现在这段时间 它仍能够在10天和20天的位置 都是在叫做 虽然都是250天才以下的 但是你起码在横行一个个区间 而消息面都有坏消息 但是没有2018就这么麻烦 那我就不知道阿新有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货 是的 不知道有没有货 不过 有没有货部署都可以和大家 很简单地说一说 因为2018现在面对的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究竟它有没有机会 真的见底 不是股价见底 就是业绩见底 哦哦哦 因为瑞昇面对的问题 就是现在它之前就受着苹果影响 嗯 那么它开始将那些客户 就转到Android那边 但是呢 你上半年已经见到 因为它转了之后 那个毛利率就急跌得多更加 就是说你收入可能会有一个 亦都是放缓的了 放缓少一点 但是你在一转个客户的时候 你的毛利率突然之间变了这么多的话 那么大家对于你的股值呢 亦都会相对来说下跌 因为你的公司的基本因素变化 嗯 而其次就是苹果这个因素 嗯 苹果呢 就是接二连三 iPhone X X R 做得差 是的 内地要减价 减价不但仅比分企 那么就这样听 全部都是坏消息 你在好那边想 它起码可以多库存 嗯 那会不会好一点啊 嗯 所以现在去到这些位置呢 尤其是去到今天呢 它今天就已经是试了 二月当时后 二月的低位 是的 因为二月低位是46元 今天穿了 是的 一个月低位啊 那低位穿了 现在呢就去到45.9元 真的没那么多 现价呢就45.9毫半 是的 喂 没有陰功啊 怎么办啊 那还有一个短期的机会 又或者呢 考虑拼反弹的朋友呢 可以试一试 那就是 当然你拼一只股分弹 基本因素弱呢 是很难的 嗯 所以这些续升就短期之内 会穿这个40元这个位置 这个40元这个位置呢 之前它走到这个位置 一跌穿40元呢 就有一些买盘 就买回住 那什么时机呢 就3月25日 什么事啊 是的 什么事啊 那就是关于苹果事 哦 但是它是出电视吗 不是 是的 它出电视 那跟声音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呢 大家就将个焦点 就是它出软件相关的 哦 做内容嘛 嗯 Netflix那些 是的 如果你说做到内容 会不会它们在一些手机的配置里面 都可能会有些变化呢 嗯 会不会又可以用这些东西 带动到苹果的股价 嗯 又拉一拉随声上去呢 嗯 有机会的 嗯 是远了一些 但是时间就近了 是吧 那你如果你说苹果好 随声你不要跟着苹果升那么多 你升少少 你起码呢 就先我说40元短期 是一个大的支持 今天是跌穿了2月的低位 嗯 但是跌穿的低位 都仍有机会弹上去的 嗯 那这些就是短期呢 握住随声 握住随声 大家不需要太担心住 嗯 不需要太担心 他不知道是横行 是的 那你不肯横行 但是你还是要跌住的 嗯 而另外就是 我去进取买的 进取买呢 或者买呢 我仍然喜欢买一只信羽会比较多 嗯 一定是首算 但是你说不是 我喜欢富贵险中球 去拼着随声 可以 就是45元那些位置你便拼了 那现在46元跌穿呢 是丑样一点的 不过问题又不是很大 至少你扔着苹果的发布会消息 是的 好吧 例如说是瑞星 268也差不多要 就是科网的东西 268也要问一下 他全年 是的 其实有很多问题 KK 1910 1810也未说 是的 但是 斗文我也想问 问了金碟先 金碟 今早就破顶了 增长三乘三 就好像不太多 是的 你半年增长到 哦 你半年呢 你有多少家企业 下半年比上半年 真的没什么 还要顺利和收入都很平稳的增长 那这个就是买点之一 而另外的卖点呢 就是金碟云呢 其实有两个新系列 是 最新的就是叫做金碟云仓 不知什么字 仓工 好像叫做 仓工 是的 什么来的呢 就是一些企业的混端服务 而这个企业的混端服务呢 是扔着这些公司 哇很大的 中石油啊 这样的 然后呢 还连带了 跟外国的Amazon那些 就有些生态连接 嗯 这件事呢 就令到他们 在叫短短几个月 刚刚出出几个月而已 那他的收入呢 增长得都挺快 哇 很无限的想像 是的 令到我哗一声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 就是这条大数 我们都要看前景是怎样的 是 你又跟美国一些很大的公司 Amazon也连接到 又跟国家一些很大的企业 做一些ERP的服务的话 那这个增长可以很强 而同一时间 它不是只是企业 原来呢 它是连带一些手游公司 它们现在都用的 叫做金碟 金碟声云 声云 那是什么呢 你这么熟 不是 今早上看完 研究一下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那你会看到 原来很多手机游戏 现在都用云端 那我们现在 不知道有没有打机 就是打PUBG那些 没有 或者我们现在玩 圣斗时升次 就是所有东西都放上云端 就是他们的伺服 是 当你开的时候 就会开上面的东西 而那些手游公司 就很需要这些服务 而近期有几间 我不记得名字 我再问你 有间 比如说 这个 就是深股通 买爆了额 然后呢 就不可以再给外资再买 28%的 那间公司 就是说金碟的客户 就是如果你说 哇 外资买爆了 那应该可以 那应该是吧 那如果它可以 它可以 那它应该可以 所以 cloud computing 是一个大方向 是吧 是的 就是我们说了几年 就是大方向 但是一直以来 那大方向 都是一个很大的方向 是 或者很阔 但是这两年 我看到 尤其是金碟 它开始说得比较细致 就是客户里面 是什么人 它可以做到什么 那如果你说 你这么清晰化 开始了 你业绩又好了 你股价前 就会有一个上升 在那儿 今天呢 它的价又不是说升太多 是 有机会是因为之前 它都升着 来等个业绩 但是我觉得 大行唱好的机会 应该挺高的 就是如果你说 以现在 它的价去计算的话 就应该还有一段路可以走 因为之前高位 就11.3.4 我觉得它上10元楼上 甚至乎11元的机会高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当市货波动 有时被你执到一些平价 会不会有机会 真的去到10天线 9.3 甚至乎9.5 那些位置 我可以留意一下 嗯 很详细 另外一只 也要问一下 就是今早前 才挂批的 九盟科技 在1917 昨天的暗盘价 已经很厉害了 1917 昨天的暗盘价 已经三成多的升幅了 今早前真的做到 暗盘价的表现 更加高位 就是去过 六毫 等等 高位是多少 九毫 七毫九 七毫九 是的 那它是做些什么呢 就是内地的互动广告公司 是 那它的公开发售部分 超额应酱OK的 有成440倍 那昨天晚上 它的招股价是四毫一 现在在做六毫一 于是周济界有些朋友 WinWin就问一下 你这只抖盟可不可以买入呢 抖盟呢 如果你只是说过 营购反应那么活跃 那再加上 就是近期的市况 对新股都OK 嗯 那你可以拼抖 但是呢 基本因素 老实说 不是太强 是 为什么不是太强呢 不是明明说 现在很多都是互联网 甚至乎 一些广告媒体 因为内地做这一类型的广告相关的那些呢 在香港上市也好 内地上市也好 每一只猪口表现都真是一样的 很多都敌不过竞争 哦 那我就会对于中线的发展 会有点担心 是 纯粹你说 短线炒这一阵的 其实是可以 因为你今天现在的价 你已经回到开市价位 是 纯粹短炒 你去回到开市价位 一开已经不是 是了 那你开市的价位在这些位置的话 那 其实你看回有些成交的 一开始 当然有些人说 一开始沽了 但是如果你说 以现在这些位置 去回原地踏步附近 5号8 5号9 就应该没那么快玩完的 应该都可以抽升上去 因为它 只是这一分钟图 这一分钟图 你看到 它是在走下去的 走下去 那 纯粹你说 一两天可以 但是期望不要太多 是 纯粹短炒 是的 纯粹短炒 因为我觉得它 上去六毫半至七毫 阻力就会大了 为什么会这么快 你看到阻力 你看看这几支阴烛 其实很丑样的 嗯 这三支 三支 三个就逐步逐步 就是说你去到那些位置 你这个华行平台之前 进去的话 应该都会有些阻力 但是你短炒而已 没所谓 5号8去到6毫半 我已经一成了 我觉得短线就可以留意 但是呢 当说真的跌穿5号8 多个几分钟 或者我们只是看分钟图 看到这么大支阴烛 如果一跌就跌五格的话 即是说你在5毫半买 真的跌到5毫半三 跌不到上去就要止损了 哦 明白 很短线的 很短线的 今天可以搞定它了 好 这就是小股 即是新股 另外呢 再问一些大股 我们一开卡市 已经有人问的 就是Alvin和Kean Jones-woo 就问到平保和国寿的 Alvin就问 现在想问国寿转平保 好不好呢 还是等国寿的业绩呢 因为平保业绩 就是比市场预期理想 过千亿的顺利 还有它一个回够的因素 昨天都 就是它业绩公布之后 有个不错的升幅 那现在 走势丑样一点 是不是 竟然是 我觉得阴烛 阴烛丑样 我也有点失望 譬如 这个是分钟图 我们再看 是阴烛 高开就低收 它如果已经买了人秀 它可不可以继续看人秀呢 因为其实如果平保业绩不差 会不会憧憬人秀 业绩都不差 不过其实人秀出了一个盈景 那些是不同的 是的 人秀出了一个盈景 还有就预计了一个投资收益率 就一定是比平安比下去 是 那么很多时候 看人秀就割追落后 但是自从它之前开了一个 投资日会议的时间 其实它都说得很清晰 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亦都在个股价里面 就已经反映了 所以现在呢 我都很糾结的 就是你究竟 我们现在看人秀 是觉得 我们就这样看 首先图和平保比 平保都上回 现在人秀相对的位置 应该都上回22元那些位置 那会不会有机会 业绩的时候公布 会上一上去 但是业绩是会差 那究竟你会差的话 那你现在是在反映 业绩差还是在反映之前 去投资日 新任的董事长上场 给到投资者信心 如果不是股价 又不会升得那么厉害 之前你由这些位置起步 其实是升得很快的 你看到 17元 20元 22元 23元 走上去 所以你说 现在你拿着人秀的话 我想你拿着人秀就算了 因为业绩 就不换了 不换了 因为一来 人秀现在就真的未公布业绩 业绩虽然差 但你还可以想 二来 平保公布业绩了 连续两天都一样 有机会便宜些才买 是的 有机会便反过来 当人秀业绩好 升上去那一层 就可能最后的那一刻升就完 但是 亦都是因为这样 可能平保那时候 会被业绩被沽 因为有些人真的 沽了人秀 沽了平保 沽了平保 然后就买人秀 人秀便升 但是人秀升了 但是价又未必去到 那你可能便反过来 跟他们做 你便在平保又落到 八十多元的位置 再买回 因为这两天的平保走势 不太靓 我还是有机会 回一回给大家 是的 但是人秀还未说 他什么时候公布业绩 我们都要密切观察 应该去到月尾 他每次都去到尾 做事慢 他对上一年 就是2018年的3月22日 再对上是3月23日 就是要过多10天 如果现在未公布的话 应该多至少两个礼拜 是的 另外我们不如问多一个问题 好吗 就是刚才有个问题 中行3988 因为他已经问了很久 但是我们的问题就退得太快 就是3988 988 是的 那这位朋友 可以先看看他有没有买 应该也有买的 你猜他 有没有买呢 不过其实可以说一下走势 走势怎样 他只问 是的 走势怎样 走势 他慢得来 其实他 慢得来也快 慢得来也稳 慢得来也稳 因为他便宜 最便宜是他 大家经常想中行便宜 但是便宜当然有道理 也不是便宜一定有好 我觉得如果你只说走势 他走得平均 而另外 市场上 我想无论是外资 甚至乎是北水 每次炒都不喜欢炒它 你看到北水 这两个星期 进出公行 建行 很多好物的 甚至要招行 但是便不买中国银行 你是不是要业绩之后 业绩不要太大期望 虽然不会令大家失望 但是也不会有惊喜 所以走势 我估计 他都会走3.6至3.8 业绩好 可能gap up下 但是未必可以突破 因为今年两会里 大家可能焦点 没有放下 关于内银 但是 其实深一点 对银行股的消息 不太好 例如说 刚刚隔晚 隔晚多了一些指引 人说 叫银行 借给一些中小企 将不良贷款 提高一下 去到3% 即范围3% 我估计 有时银行要自我审查 如果坏涨的机会 多于1%或者2% 他们就不借钱了 现在是叫他们借 但如果这件事 你这样想 反过来 国家叫你做 可能是坏仗 是国家任务 是的 那你银行股 即是怎样 迫着 迫着又要借 将来不良贷款 是否会增加呢 所以这件事 也令到他们 更加不动的原因 所以短期之内 所以没什么走势 没什么好的走势 你看到它走得上来 都很慢 只是说内地金融股 劝商股份炒得很好 并不想 每个月都给盈利 是的 诺险股又是 但银行股就没有份 所以都是悶的 不过悶得来 它会有波幅 但中国银行的波幅不够 即是3.6至3.8 即2毫子 很敏 如果是玩的话 我宁愿你玩回公项和建项 是的 还有现在还未公布什么时候 会公布业绩 以往的惯例 就是3月底 就会派业绩 好了 我们也回答了很多问题 KK非常详细 谢谢你 没有持有以上谈过股份 今天说股份没有持有 谢谢你 继续留意着我们明天 中环财经的电视节目 明天见 拜拜